經過漏夜搶修檢查 上午六點二十五分 國道五號雪山隧道恢復南下北上 雙向車道全部正常通車 火燒車意外之後 高工局確認隧道主體結構 沒有問題 意外造成電纜損毀 已經裝上電纜替代 不過在事故地點南下二十六公里處 隧道頂端的照明設備被燒壞 高工局在側邊裝置替代照明系統 也調降了南下車道的速限 這起學生隧道通車以來最嚴重的事故 造成兩人死亡 三十一人受傷 被外界質疑高工局的救災應變能力 高工局強調事發六分鐘之後 消防隊就趕到現場 至於民眾反應 事發之後行控中心沒有廣播 高工局也調出事發一分鐘之後的 波音記錄 根據行控中心的記錄 第二次廣播就請民眾停車避難 整起事故 高工局表示會檢討是否要調降速限到八十公里 也會加強取締沒有保持安全距離的車輛 另外針對老舊車輛也要和高速公路警察局 進行聯合機查 記者 綜合報導